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居家护理你好 我从88年专科毕业之后就踏入护理的职场 在这期间呢有担任过内科病房的护理人员 那也因为医院秉持着做社区的好邻居 也开始规划发展长期招呼这一块 那也因为这样踏入居家护理的一个领域 那也因为踏入居家护理的领域之后发现呢 可以提供给病人更多的照顾服务 社区服务是天神医院医疗服务里面重要的一环 陈雅玲护理师是我们医院的居家护理师 她除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外 还富有爱心临耐心 而且有很好的亲和力 她每天快快乐乐乐的去做居家服务的工作 拉近了病患家属与医院的距离 她们的经验也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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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两年前发现有咪尿道感染 所以后来就找居家 可是居家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第一次接触他们的时候 其实反而蛮害怕的 因为从来没有碰过有人要来家里倒饭跟服务这样子 可是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亲切的 那包括我的气阶 然后尿管 还有一些其他方便的检查都会帮我看看有没有感染啊 或者是有没有不舒服的一些的情形 包括来的居家医师 也都是很细心的来照顾我 那就像好朋友一样这样子 来到这边 让我卸下了很多很多的心吧 因为我们医生在医院里面看到只是一个病人的疾病 然后我们需要去把疾病治疗好 但是在跟着居家护士到病人家里面加访 就是说居家医房的时候 那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可以看得到就是病人他们所需要的部分 我也认为说 其实即便不是加一科医师 或者是其他科医师 也都应该有机会到病人家里加房 曾经还有一个个案 他在服务的期间已经大概有五六年以上了 那一开始就是一般的互病关系 那最后服务到最后已经变成像家人的关系 那服务一段时间之后病人就往生了 那虽然已经做结案了 但是有时候呢 家属有时候还是会不懂跟我联络啊 然后问问情况啊 然后我要感谢雅琳在我先生走调之后 她还去跟我先生迷香 让我们感觉到说 她不是只有在专业的服务 是让我们感受到她的居家服务 就是说像家人一样的方法 我热爱这份工作 病人和家属给予我的回馈 是让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动力 居家护理的服务 陈雅琳护理师在这方面 拉近了病患家属与医院的距离 我们很感谢陈雅琳护理师 在居家护理这一块 让我们天神医院提供更完善的医疗服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